嗨,同学们,大家好 张老师又来了 今天张老师要跟你们一起讨论 光合作用 同学们,什么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指 绿色植物 通过叶绿素 吸收太阳的光能 然后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以及根部吸收的水分 转化为糖 过后形成淀粉 并释放氧气的过程 光合作用的方程式如下 水加上二氧化碳 在有阳光和叶绿素的条件之下 会产生淀粉和氧气 光合作用的重要性有哪一些呢 1. 为植物提供能量 2. 动物吃了植物 也会获得能量 3. 提供氧气 人类和动物都需要氧气 4. 人类和动物的食物来源之一 5. 平衡空气 平衡空气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 5. 平衡空气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 OK 赵老师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接下来赵老师要你们完成以下的练习 为什么蘑菇和水晶蓝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呢 OK 同学们 今天赵老师就分享到这里 赵老师希望你们学习愉快 加油哦 拜拜 拜拜